有人點菜的 我看一下褲子很舒服耶 清爽藍宅管丹寧褲 這款是小個子女孩限定的 真的 因為我覺得它的長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剛好 就是它的長度的話我穿起來大概是九分 就是不會太長 因為我覺得就是小個子女生常常少牛仔褲 但是褲子太長的話你要改也不好改 因為有時候改那個型就會有點泡掉 然後我覺得這件長度對我來說就是非常的剛好 身高是158 然後它是有做一點刷色的設計 沒有刷破感 沒有刷破的 就是一件這邊是刷白設計 然後下面的話是沒有刷 所以看起來的話就會比較顯瘦 因為它會比較往前立體的感覺 然後腰的部分我覺得它算是普通 肚臍在這裡 對沒有到非常高腰的 但是不是低腰就是正常腰 正常腰 然後彈性的部分我覺得 我覺得它的棒數比較高一點 棒數比較高 對 我好像在官網是給它5分彈性給2分 就是一點點彈性 一點點而已 對 棒數是蠻高的 對 所以它比較包肉 對 它穿起來比較包肉 雖然是淺色 但我覺得穿起來還是算顯瘦 對 然後上D的話 褲子它有S號到XL號 然後現在小白穿的是S號 嗯 然後官網有提供評量成 可以再參考一下 後面是有紅帶的 對 好 然後 上E是意外蠻多人敲碗 敲碗 上E蠻多人敲碗 敲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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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一個是小白身上的米黃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黑色 黑色的 它秀的這邊的蕾絲也很漂亮 是這種菱格紋的蕾絲 然後其他一整件就是素 就是蕾絲布 有點花紋的蕾絲布 但它蕾絲布是柔軟的那一種 是軟的 穿在身上是不會刺繃的 對 有什麼 然後 臨口部分 它也有做那個花邊的設計 然後這件是 這個是黑色的 裡面的話都有附小可愛 它是兩件式的 兩個可以分開搭 然後裡面就是 棉質的細肩帶背心 那黑的話就會附黑色的 然後淺色白色的話就是附這種米白色的 對 有點性白色的內搭上衣 然後都是可以分開穿的 欸這件真的很貝耶 然後秀長的部分 我覺得它是有一點七分秀的設計 然後秀口的話 因為它是有做那個 蕾絲的那個 有做一圈蕾絲布 所以它這邊會有一點膨膨的感覺 然後這兩個的話是不同材質的蕾絲布 這個是比較厚一點那種蕾絲花邊的感覺 然後 衣服 就是袖子的部分就是那種蕾絲布 它是有點花紋的蕾絲布 而且非常的柔軟 我覺得它穿起來真的很舒服 對 很騷嗎? 我覺得它穿 它牛仔褲也很好看耶 那如果比較lady也可以搭裙子 就可以搭素色的裙子 就可以搭素色的裙子 素色的裙子嗎? 這可以包整套 可以 我覺得它其實搭牛仔褲也很好看 素色的裙子 如果你是想要走那個比較優雅一點 或是上班的那種窄裙也可以 但是這個窄裙也可以 可以 就可以穿這樣子 就是你上面穿蕾絲上衣 然後下面就搭素色的裙子 看起來就會很優雅 上衣也可以請張真穿 好 等一下試試看喔 張真可以穿 對 它還有黑色的 也可以穿另外一個顏色 然後如果你比較想要休閒一點感覺的話 你就像這樣搭一個牛仔褲 這樣也可以 或是你搭西裝褲啊 就是 上班的話 如果上班有穿 你也可以搭西裝褲 因為有的人上班好像不能穿牛仔褲 那你就可以搭 反正素色褲子 我覺得搭起來都會很美 因為它真的很漂亮 然後中間是拼一個不同材質的蕾絲 對 中間這個比較 比較厚一點 然後 林口的話是有花瓶 這次很難選色味覺的 直接